雪花般散落一張張卡片 但這一張可是很有價值 因為仔細看裡面裝得薄薄一片 可是稀有貴金屬靶靶 它主要是一種工業用的貴金屬 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 靶靶的用途都在於 所謂汽油汽車的觸媒轉換器 一公克的靶靶條塊 純粹是為了滿足國人一些 對於靶靶有興趣 特別是收藏的一個需求 原來靶靶是汽車減少空污 重要材料工業用途居多 價格也因為需求不斷飆漲 但因為流通性低 因此大多都是收藏用 而台銀看準字裡還有收藏市場 這是首度開賣 客有幸運女神一公克的靶靶條塊 看看它只跟一截手指一樣大 但價格卻比黃金還要貴 一公克的靶靶條塊 價格三千三百六十元 但一公克黃金條塊 只賣兩千五百塊 黃金它其實是在工業 試金那麼投資避險方面的需求 都比較多元一些 畢竟靶金不是每家銀樓都會買回 相比起來黃金用途廣 不過近期國際金價也不斷狂飆 如果要買黃金 有專家列出近期黃金行情表 如果到美式賣場 買一公斤價格大約一百八十六點六萬 但如果到銀行 價格大約一百八十四點二萬 比較划算 只要印鈔票繼續進行 那任何時候都是進場的好買店 防範就是國際戰爭上面的風險 那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其實台灣銀行的行員 也不會幫你開門 勢必要用黃金實體來持有 只是要注意價格最低的黃金條塊 銀行不會買回 因此得到銀樓賣金 但收購價不同 投資民眾還是要精打細算 三星期五 台北報導 朱南口 本節目 在衛生日 Estate 朝陽 都 爸爸 樂 爸爸 爸爸 爸爸